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桥消息 纵横全球的世界巨星鸟叔 创造了韩国艺人史上追随他的中国SNS粉丝们最多的记录 歌手鸟叔现在是在中国最大社会新网络服务微博上 拥有最多粉丝们的韩国艺人 2月6日 鸟叔休暑的YG经纪公司宣布 鸟叔从开设微博到现在的三个月中 共突破了797万追随者 这超过了到现在为止 韩国艺人中曾经拥有最多粉丝们的张根硕 鸟叔2月1日在东方卫视的春晚活动中参加节目录制 跟中国顶级明星朴哲林同台跳骑马舞 和中国粉丝们互打 鸟叔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别的地方也异常活跃 本月3日公开了他的疫苗超过1亿的昂贵的第一次美国广告 Wonderful Pistachio 5日在韩国歌手史上成为最Pub的老家英国 首持持线纪录专辑的100万销售量 之后在美国 他的英特网英元销售量也突破了400万 接下来他的日常表也很紧张 他近年8日参加巴西狂欢节 预计25日将回韩国参加朴槿惠总统就职仪式 跟韩国粉丝们见面 我们将传达更多的描述消息 第二条消息 现在活跃的偶像之中最快结婚的是谁呢 对 是Wonderful Pistachio的队长仙逸 因他的活动暂时中断 Wonderful Pistachio的演出也将暂时不能进行了 米子五人组合Wonderful Pistachio 5日在韩国平仓农品体育馆举行的 2013平仓冬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上 登台亮相 这是上个月26日 仙逸于加拿大韩桥传教室男友举行婚礼后 Wonderful Pistachio的首次登台亮相 一些粉丝们期待能否凭借这次舞台 再次展开Wonderful Pistachio的组合活动 可是仙逸将随着老公移去加拿大展开新生活 暂时会集中于家庭生活 定将中断Wonderful Pistachio的组合活动 不过这不是Wonderful Pistachio的解体 或者仙逸的Wonderful Pistachio的脱离 各位对去都不必担心 Wonderful Pistachio的组合活动 Wonderful Pistachio今后将这里为一个人活动 目前围宾出演Cable频道Ocean的电视剧The Virus 即将作为演员出道 惠林和赵新也计划挑战演技 Wonderful Pistachio的组合活动 第三条消息 Ailey和Asiatics接到了格兰美音乐大奖的邀请 去年出道的实力派新人女性 Ailey受到了出席第55届格兰美音乐大奖的邀请 将以VIP身份出席在美国洛杉矶斯台普斯中心举办的格兰美音乐大奖 跟Adel、Beyonce、Chris Brown、Rihanna等世界巨星并肩 在红币台上 将跟获得最佳Engineer专辑和Non-classic部分 提名的Tony Maserati一起入场进行颁奖典礼 Ailey表示 我会以后选人的身份参与典礼登唱舞台的 男子三人组的Asiatics将于9日召开的 第55届格兰美音乐大奖前年典礼出席 他是受到了美国最大唱片公司Cash Money的邀请而签加的 之后Asiatics将在洛杉矶拍新型Music Video 为了今年上半年真正进军美国市场 他将跟被称为美国Music Video皇帝的Red One一起进行合作 期待他们更帅气的活动 本周发行场 新专辑消息 时隔三年六个月重回歌坛的Class Choir的新专辑Blessed 他们的第五张正规专辑包含了Minimal旋律的丰盛 sound 和既清淡又充满感性的歌词 我们也似乎一起陷进到Class Choir的系列 逾越感官的音乐重趣了 有成年忽兰作词的主打歌《爱情食谱》是首爱情歌曲 是为陷入爱情的恋人和梦想甜蜜的爱人而创作的歌曲 配合轻快的联听节奏和出演Pop旋律 给大家传达可享受的爱的感觉 与专辑同名的首曲Blessed 描写的是猎人之间的爱情和祝福 这是Minimal House曲方的可爱的歌曲 先行曲Switch's Name 是喜欢出道之处的Class Choir的人都喜爱的歌曲 是典型的Class Choir风格的歌曲 在强烈的House节奏上 从第一集在一起唱的Christina特有的节奏 和Alex那甜美的嗓音完美地配合起来 每张专辑都结合多种风格的节奏和结构的Class Choir 在此次专辑上也有摇滚曲方的像花瓣的灰尘 拉廳风格的旋律让人感觉新鲜的爱情也走 纯音Sound的离别的歌曲依旧等多种Sound一起展现出来 现在是中国音乐网站的K-pop排名 在百度音乐的Hot 500中 鸟数的江南斯大仍然单独排在第一位 音乐中文网站酷玩音乐排阳榜上 也是鸟数的江南斯大排在头筹 金曲Top100中宝儿的那样的你进入到榜单的第38位 张光硕和Big Brother一起现唱的What Is Your Name 位列第48位 Sport Junior M的Breakdown本周是第54位 完美的再见是排列第81位啦 下周也请期待K-pop歌行在中国榜单上的活跃 我们准备的本周韩乐消息就到此为止 让我们在下周的更精彩更热潮的新闻中再见吧 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下周的同一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